这次我要出差一个多月 事情比较麻烦 你先去你表哥家住 听话 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啊 我不去 我自己在家不行吗 再说了都放假了 我会在家里好好待着的 干嘛非要去别人家住 不舒服就算了还很尴尬 不行 必须得去 怎么不听话呢你 你没看最近的新闻 小镇上又失踪了好几个女生 你一个人在家我怎么放心 听话 快去 去收拾你的东西去 这个月的零花钱 你又不想要了是吧 去 我去 我这就去收拾东西 数不清老妈第几次 用零花钱来威胁我了 哎 没办法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但我真不想去 自己的房间待着多舒服 好家伙 这么久没见 表哥还是这么非主流 嗯 那啥 你要跟我一起看电视吗 嗯 不了 不了 表哥你自己看吧 我我 我得回房间看书 多 多学习学习 嗯 表哥家的装修只有黑白灰 看着太死气沉沉了 不喜欢 还是喜欢自己家的 彩色的 看着多阳光啊 嗯 其实这个房间也不错 嗯 完了好久的手机 休息会 下去喝杯水 饮水机在下面 嗯 几个 什么 四个 你确定 不错不错 一下弄到四个 不过我就放不下了 太多了容易暴露 嗯 先放我仓库吧 我现在就过来 把地址发给我 哎 我车钥匙呢 好像在楼上 卧槽 卧槽 表哥要上来了 赶紧回房间 我不是故意想偷听的 七七 我有事出去一下 可能比较晚回来 你自己点外卖 或者去冰箱里找吃的 哦 好的 呼 刚才好险 我真服了 怎么表哥家的冰箱 也是啥都没有 还让我找吃的 吃空气吗 哇 去 表哥有这么多书 还有漫画书 这个漫画已经绝版了 想买也买不到了 表哥居然有 我拿来看看 应该没啥问题吧 反正表哥现在也不在 这这这 这什么情况 我好像触碰到了机关 你是谁 你能救我们出去吗 求求你了 救救我们 等等 我还没缓过来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你们是被我表哥绑到这来的 嗯 求求你了 别告诉你表哥 放我们走吧 好家伙 表哥居然是个人贩子